近日,网友陈女士发文称,自己委托某宠物托运机构托运自己快两岁的金毛Siri,下的是空运单,该机构却私下改成路运,从而造成狗死亡。 Siri体重80斤,机场工作人员告诉陈女士,狗体重超重,不能和主人一起坐客机回家。 陈女士表示,Siri比较容易晕车,因此她在某宠物托运机构花费2600元想要空运狗。 7月7日晚上,当陈女士再次见到Siri的时候,她已经死亡。 陈女士表示,当时狗的尸体发臭,口吐白沫,身上飞满了苍蝇。 陈女士告诉记者,托运机构给出的说法是,飞机货舱太热,导致狗中暑,但事发之后,自己曾联系到当时托运机构运输Siri的货车司机。 在这些证据面前,托运机构承认他们将空运改为路运这一事实,随后给出了两种解决方案,一是赔偿一条狗,二是赔偿6000元。 7月15日下午,陈女士告诉记者,自己和Siri相处近两年,感情深厚,她此前一直在南京上学,因为前段时间毕业了,就想带Siri回贵阳老家。